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前面咱们测拆过一款120瓦小米小布丁的充电器 那一款充电器表现不怎么样被网友一致的吐槽虚标 今天我给大家再来测拆一款小米的小布丁充电器 这次是45瓦的很迷你很小巧的一款充电器 也是很多网友私信我让我测拆的一款产品 由于工作室的事情耽误到现在 让大家久等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个弹化加45瓦的小布丁表现会怎么样呢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各位铁铁们 我们先开箱这一个小布丁的45瓦充电器 这款充电器的外包装盒跟那个120瓦的是一样的风格 小米一贯的白色包装的风格 小米45瓦GAN充电器套装 这是小米的标识充电头和数据线的图片 背面的话则是它的规格信息 认证信息和条码信息 打开包装盒 这个是产品的说明书 这张是产品的保修卡 这是一米长的C2C的线 充电器本体 这根数据线外部有纸质的包装把它包住的 数据线的规格是4A的一根线 拆掉这个包装 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85.6克 充电器和数据线一起63.1克 单数据线22.6克 单充电头重量40.5克 充电头外部有一层透明的塑料包裹着 撕掉塑料货也是40.2克 整个充电器 纯白色的外观 这边是45瓦的标识 小米制造的英文标识 这边是GAN淡化价的标识 背面充电口内部的舌片为 橙色小米的品牌logo 边缘适配器型号是MDY-17-EA 这是SN码 试列使用 3C认证 3C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双路绝缘 循环10年 二维码信息 这是规格信息 支持100-130V 200-240V的全球电压 110V输出功率的时候 它功率要减半 大概只有20瓦功率的样子 220V输入的时候 它的功率就是正常的功率 最高功率就是45瓦 充电器的高度32.2毫米 连插角的高度48.2毫米 宽度是32毫米 这边宽度也是32毫米 数据线互套长度28.3毫米 数据线的直径3.5毫米 数据线的长度的话 刚好就是一米多一点点 这根线是4A的 所以说它比较细一点 充电器的数据线外观 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了 这个小布丁 我们进入实际充电之前 我们来看看它的 充电协议支持的情况 它只有一个Type-C口 有QC3.0的5V 9V 12V 3.6-12V 然后PD3.0 27W 小米的45W PD3.0点进去 固定档位两个5V3A和9V3A 也就是最高档位27W 这下面就是小米的私有协议 45W 有两个PPS3.6-10V的4.1A 3.6-11V的4.1A 然后这个DCP的话 就是基础功率 手机的实际充电的话 我们现在还是用小米的 红米Loto CT Pro来给它测试 这个手机自带的充电器是67W 这个手机目前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这个红米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峰值功率上到40W的功率了 40W的功率大概只持续了一分多钟 一分多钟过后降到34W的功率 大概又持续了一分多钟 然后降到278W的功率 大概充了10分钟左右 然后又降到22W的功率 一直充到90% 90%以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一直到充满电 总共充电时间从0到100 一共花了56分钟时间 充电速度还算是可以的 因为它最高的时候 只有40W的峰值功率 我们再来看一下温度 这个温度不低 最高温度54.3度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28度左右 三星手机的充电测试 我们就用这一个三星的Loto10加 这个三星目前还有10%的电量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 这个三星已经充到96个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的峰值功率有26W左右 但是只持续了一分钟的样子 然后就下降到20W左右的功率 充了几分钟又降为15W的功率 再升为20W的功率 又降到15W的功率 再升到20W左右的功率 就这样的再充电 充10%的电充到95%的电 一共花了55分钟 这个充电速度也算是可以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 充三星手机的温度的情况 最高温度46.9度 今天的室内温度27.5度左右 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 我们直接用这个13Pro 来测试一下 它有9V3A的档位 也就是27W 我们看看它的最高功率是多少 目前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这个手机电已经充到99%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的峰值功率有个18-9W 但是只是峰值功率啊 然后就是从第二分钟左右开始 就是16W左右的功率 一直持续了15分钟时间 然后降到12W左右的功率 大概充了10分钟时间 然后再降功率 降到9W左右的功率 一直充到80% 这个手机从没有电充到80% 一共用了47分钟时间 符合苹果手机正常的一个充电速度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从苹果手机最高的温度43.8度 温度也不是很高 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是26度左右 这个小米的小布丁充电器 由于它没有融合快充 如果是绿厂家的手机的话 也就是OPPO的手机 还有E加和真我 如果是没有融合快充 它就没有很高的功率 功率的话大概就是13W左右 这个我们就不采集数据了 如果有融合快充的话 它就可以达到33W 这两部手机分别是 蓝厂的Vivo S19 和荣耀的荣耀100 这两部手机是可以支持 PPS快充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布丁 给它们有多高的功率 可以显示正在超级快充 实际的真实功率的话 大概就是在26W的样子 它就上不去了 这个是Vivo的S19 可以显示Vivo的快充标识 实际功率的话 它还在攀升 这个Vivo S19的功率 比刚才荣耀100的功率要高一点 现在是稳定在30W左右 最高的时候可以跑到35W左右 这个小布丁的充电器 我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都没有办法把它这个号称的45W的功率 把它拉出来 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我们就直接拉它的9V3A 27W的功率 因为它这个45W的话 我估计就是按照它这个室友协议来标的 所以说这个充电器 小米的手机用户买回来 才可以用到它的最高功率 大概在40W功率的左右 室友协议的话最高功率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 苹果用户的话 把这个充电器当个27W的充电器来买 也是可以的 还有它的PPS的协议也还是不错的 Vivo手机可以达到30多W的功率 荣耀100系列的话 它只有20多W的功率 这个小布丁45W充电器 我们连续烤机了一小时 大概十几分钟时间 温度稳定了 我才停下来 它的最高温度的时候 可以到61.5度 这个温度不低哦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 开了空调的26.3度 但是这个温度的话 如果是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 我估计它会到接近70度的温度 功率的话 一小时十几分钟还是非常平稳的 一直就是26.6W的平均功率一直在输出 功率非常的稳定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把这一根线的数据 把它测试出来 供大家做个参考 这个数据线是4A的一根数据线 我们看看内部Emark芯片的信息 我们用仪器读取出来 被动数据线方案采用的小米 供电能力20V3A 也就是60W的功率最高 数据传输的规格就是USB2.0 这下面就是版本信息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 这是开尔文线组测量法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线组 这个线组不低 170毫欧左右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看一下这个数据线的压降值的情况 我们测试5V 9V和15V 因为这是60W的充电线 5V1A的压降值的情况 0.17V 5V3A的压降值的情况 大概就是0.51V 这个压降值有点偏高 9V1A的压降值也是0.17V 9V3A的压降值也是0.51V 15V1A的压降值也是0.17V 15V3A的压降值0.51V 15V3A45W的功率输出 这一边的话就是43W多 损失了功率接近2W 这就是这一根数据线 该有的数据我都测出来了 质量好不好 我们下期拆解视频再看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个45W小布丁 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和它的交流 稳薄输出的情况 这一根线的线主太高了 我们怕测出来不准 后面我们充电器的能量转换效率 我们统一的用这一根联想的 这个线来测试 因为这根线只有70毫欧的线主 它的功率损失是最小的 这个小布丁在220V状态下 插电的浪用功耗可以达到2.8W 但是后面的话就非常的平稳 一直都是0W 基本上就没有功耗了 所以说浪涌电流 对充电器的损害是可想而知的 5V3A15W的功率 220V输入端 18.2W 这边直流输出 15.1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3% 9V3A27W的功率 220V输出 30.9W 这边直流输出 26.9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 这个充电器110V状态下 它的待机功耗的情况 大家看一下这个适时截屏的视频 插电 浪用功耗 1W左右 后面的话就非常的平稳 基本上都是0W 待机功耗的话 也就是没有 5V3A15W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端 18.1W 这边直流输出 15.1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也是81% 在110V状态下 它的功率是减半的 所以说只有一个 9V2A18W的功率 18W的时候 110V输出 20.6W 这边直流输出 18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 也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效率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测试一下 它的交流文波输出的情况 因为这个充电器 只有两个档位 就是5V和9V 我们就测试 这两个档位的 交流文波情况 5V3A 45W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20.6毫伏 100多毫伏 不算很优秀 9V3A 27W功率输出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是134.4毫伏 比刚才多了十几毫伏 这个文波 中规中矩吧 毕竟只有20多瓦的功率 这个45W 小布丁 淡化加充电器 经过我们测试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它实际的性能情况 能量转换效率 85%左右 文波120毫伏左右 表现的话 中规中矩 外观设计 迷你小巧 颜值还算是不错的 快充兼容性 肯定是米家用户 是最好的 苹果用户 当个27瓦的充电器购买 也是可以的 毕竟比原装的 20瓦充电器 功率要大 而且价格 比原装的 要便宜一半 Vivo新款用户 和荣耀新款用户 也可以支持 PPS快充 入手的话 也是可以的 喜欢咱们视频的 帖子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 关注 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